什么是钢琴 钢琴哪 是乐器之王 非常奥妙 以后有机会 我再教你练习 大爷爷 你也会弹钢琴啊 当初啊 我就是教钢琴的 远远满满 你们表演得实在太好了 来 经理啊 远远满满 表演得已经很累了 他们呢 现在需要休息 这个当然 应该好好休息 明天啊 再做出精彩的表演 我这就去张天海报 要是让人知道 远远满满 在我们这里表演 那客人 肯定会抢着上门的 远远满满 你们可要好好演呐 我这就下去准备 还有布置舞台 还有张天海报 我先去忙了 好好好 你忙你忙 你们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好 好好好 好了 他已经走了 卸妆 嗯 嗯 嗯 嘿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可大红大紫了 最大的饭殿庆他们表演 他们哪儿看得上小店 难怪要拆火 谁叫你 要捧红他们两个 现在冰酒剃开了吧 都是你们 不争气 表演得不三不四的 才这么吃鞭 让人解约了吧 好了吧 没的也没饭吃了 行拔的你个臭老头 你不给我路走 我也不让你好过 走 请不吝点赞 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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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吃点东西吧 美方 你这样身子会垮掉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昨天是我不好 我太激动了 在对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能原谅我吗 你走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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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心向你道歉的 我绝对没有半点 不尊重你的意思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话 我也认了 但你千万要相信 我对你的爱是最真实 最真诚的 不 美方 你别这样 你赶紧起来 不 你不原谅我 我不起来 好吧 我不怪你就是了 文文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不能再对我说那些话 也不能再有过激的行为 美方 你不想想自己的身体 也要为如瓶考虑 赶快吃点东西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好吗 我根本就吃不下 只要也想到 事先对我说的那些话 我除了心痛 什么感觉都没有 你就别想事先说的话了 他现在的脑子 已经很恍惚了 说的话怎么能当真呢 还记得小时候吗 小时候 我们三个人经常一起在方式宴玩 一起聊天 那个时候多快乐呀 而且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等我长大以后 我一定要做世贤的新娘 我要做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 好 美方 我陪你散散心满 你要去方式宴 我就陪你去方式宴 你要去逛街 我就陪你去逛街 好吧 我 舒华他们 会不会来到夏可 为什么我总有一种感觉 觉得他们母子就在我身边呢 你 难道是我太想念舒华和孩子 所以才有这种错觉吗 八爷爷的药 还有我要买的线和刺绣工具 还有小结药的新帽子 哇 我买这么多东西 我得快一点 否则会赶不上演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 那是我的 小妹妹 你看起来很眼熟啊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我们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你是这里的人吗 嗯 我爸爸是厦门人 我也是厦门人 哎 你们家住在哪里啊 我就住在附近 哦 不早了 快点回去吧 别在外面乱走 危险 嗯 叔叔 你是这里的人吗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要垫在哪里啊 哦 就沿这条街走过去 前面路口左拐 第五间就是要垫了 哦 那哪有卖小孩衣服的店啊 这可能要远一些 哎 你不是说你是这里人吗 你怎么路一点都不认识啊 我是说我爸爸是厦门人 以前我们是住在别的地方 最近才过来的 这边是从小朋友 那边看到我 可以吗 就是我 不是 让我乱都穿过去 哦 好 那现在 你喝了这么多酒 当然会头痛了 以后别再喝了 怎么了 我还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我先走了 这个叔叔真是的 不是说好带我去买东西的 说走就走 真是的 少奶奶 少奶奶 福州那边来电报说 老爷病倒了 老爷病了 严不严重啊 我不清楚 只说老爷挂念少爷 得了风寒 加上捅风又发作了 现在家里一团乱哪 那我们快回去吧 如果没有找到世贤的话 我们这样回去 爸他会更担心的 他就是这样 明明心里面想着世贤 可总说要把他赶走 如果我们真的找不到 世贤的话 爸万一有个三朝两短 少爷 爸生病了 世贤 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看看爸的病严不严重 至于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 小严想 saying 我先担心 好 小严想 是你上街的地方 谁先踏上谁先踏 谁先踏上我你谁先踏 有这两个孩子我就放了你 在这里闯出名号以后 就带他们去上海表演 只要是我他们的爸爸 已经搬去上海了 他们一定会乖乖的跟我走 你个死老头 现在害得我都没赚到钱 气死我了 你在这儿风光 害得我没饭吃 姓巴探 你太枉文复义了你 你喝醉了 叶总会这种高级的地方 不欢迎你来 先生 请到旁边休息一下 什么高级也总会 你现在人模人样了啊 当初连小酒馆都不要你 要不是我给你机会 你现在还在街上流浪呢你 你现在把我一脚踢开 就当没事了 先生 走吧 先生 别拉我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知老头 他就是个骗子 当初他就是因为拐骗女学生 被学校开除了 现在 他又在这儿拐骗孩子 当做摇钱术这样的人 你们也该烦来演出 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 姓巴探 干什么 我走你 叫你帅人 你这人 怎么样 大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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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爷爷 大爷爷 医生 医生 爸爷爷怎么样了 你说里面的人啊 伤得可不轻啊 不过命算是救回来 要好好治疗啊 来 万一因为郑老爷的病情 事先真的收心回头 那美方 不就要继续为他 做牛做马了吗 事先 你还是快回去吧 爸虽然平时看起来没事 可是他身体一直不好 只是他不愿意表现出来而已 像他这样 一旦病倒了 后果会很严重的 我知道 你回去给爸道个歉 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再说你都出来这么多天了 妈和如瓶都会想你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我已经失去了你一次 我希望 你不要再让我失去 你第二次好吗 我真的受不了 我无法夸越被你dd 左右 你 Multan 你怎么 King 没错 你帮我找几个人 去注册进口公司 和房地产公司 你放心 资金我会给你 但是 必须一切听我安排 好 你放心吧 不会少了你的好处的 郑士贤啊 郑士贤 你一再玩弄美方的感情 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我要让你倾家荡产 把属于美方的一切 都还给他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哎 我们的海报怎么给撕了 我也不知道哎 姐姐 八爷爷 会不会怎么样啊 医生说 八爷爷的命已经保住了 不用担心 我们回去帮他拿住院的东西 和他的药 今天晚上要在医院好好照顾他 嗯 姐姐 如果八爷爷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 爸爸住在哪里了 哎 先别想这些了 嗯 只要八爷爷 能够康复就好了 嗯 嗯 走吧 也不错啊 是 谢谢光临 好 走 快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理说你们暂时不用表演了 为什么 因为八师傅受了伤 而且他事先也没有说清楚你们的来历 我们饭店当然不能用来历不明的人 这样吧 等八师傅伤好了以后 请他自己过来说清楚 或许你们就能表演了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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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钢琴弹得真好听 你也会弹钢琴吗 来 过来 我教你弹琴好不好 你看啊 你来试一下 不错 不错 你看 我来给你弹个这个啊 我们一起弹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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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你已经很棒了 你是不是满满哪 对啊 我就说我眼光准 没有看错人嘛 你真的很有天分 你家住哪儿 家里还有谁 他们以后会不会送你去音乐学院呢 什么是音乐学院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发电报到厦门去了 好嘞 美方他们很快就会赶回来了 叫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我又没什么事 你别起来呀 美方在厦门好多事 又要找事贤 饭店装潢的事他也得盯着 可是你都生病了 还没个子女在身边照顾怎么行呢 不用照顾了 他两天就没事了 洋行好多事等着我的 我说老爷 你就慢慢地 把事情交给美方和伟文吧 该想想服了 何必这么累呢 我本来想了 事先让他多见识见识磨练一下 对洋行的深意啊 应该会有些心得 你看 回来以后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放心了 事先他很快就会收心的 只要让他找到高树华母子 他就会认真做事了 我是死了这个心了 你啊 叫他们打电话在下面 叫美方他们不用回来 这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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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那边 我又想不想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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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爷爷 你还好吧 怎么 爷总会不要我们了 但是他们说 等你病好了再说 你们俩不是让赖经理认出你们了吗 那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表演吧 凭你们俩的能力 可以到更好的地儿去表演 赚更多的钱哪 我们不想表演啊 刚才啊 他们把酬劳给我们了 好多钱哪 我们可以买车票 买礼物给爸爸了 爸爷爷 我们爸爸的店在泉州的哪里 你快点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去找他 爸爷爷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是不是伤口很疼啊 我是为了你们俩才受的伤 所以啊 你们俩一定要听我的话 知道吗 其实啊 你们的爸爸在泉州是开了一个店 不过呢 最近我听别人说 他已经去了上海了 上海离这儿更远 所以你们要赚更多钱 才能到他那儿找他 爸爷爷 你在骗我们对不对 你想让我们表演赚更多的钱 所以你骗我们说 我们爸爸去上海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说的都是真话 可是这几天根本就没有人来找过你 你怎么知道我爸爸去上海了 你一定是在骗我们 爸爷爷 你怎么可以骗我们 你们俩在胡说什么呀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再说了 要不是我教会你们乐器 带你们去赚钱 你们到现在还没饭吃 还没地方住啊 爸爷爷 我本来很敬佩你的 可是 你和那个教练说的话 都是一样的 你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小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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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找叶总会叔叔 他说要送我去音乐学院 我要去找他 别胡说八道了 你又不认识他 也许他也在骗你 爸爷爷骗我们 爸爸也骗了我们 妈妈也骗了我们 卫婆也骗我们 爸爸跟妈妈说 她会回来的 可是她没有 妈妈呢 妈妈说她睡一觉 就会醒来 可是她也没有 外婆呢 但是永远跟我们 两个人在一起 可是她也没有 都骗我们 大家都骗我们 小姐 你不要对大家失望 妈妈 她可能真的有事情 不能回来 妈妈和外婆 她们也不想离开我们 可是上天要她们走 她们也没有办法呀 我相信 她们不是故意 要骗我们的 那爸爷爷呢 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我不知道 但是 你想一想 你恨爸爷爷吗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也不恨她 你们她教了我很多东西 也很保护我们 对呀 她帮助过我们 还对我们这么好 就算她骗过我们 我们也应该要原谅她 再给她一次机会 妈妈不是常说 我们不要恨别人 要体谅别人吗 那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等爸爷爷的伤好了 我们再说别的事情 走吧 爸爷爷怎么了 对呀 他心脏病犯了 发现的时候太晚了 现在在急救 哦 爸爷爷醒了 爸爷爷醒了 爸爷爷 你别担心 你准备手术 你准备手术 是 不用手术 再不做手术 你会死的 我知道 我也活不了太长了 不要再动手术了 动手术的钱 会拖累 小军和小杰的 爸爷爷 你别担心 我们会表演赚钱 来帮你付医药费的 爸爷爷 你不要失去信心 我还是最敬佩你的 我刚刚说的只是气话 我最喜欢你了 小军啊 小姐 爸爷爷 对不起你们了 我确实是骗了你们 你们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的爸爸 住在哪里呀 没关系 只要你能好起来就好了 爸爷爷 千万不要死 让医生帮你开刀 开刀 不用开刀了 没有用 我心里很清楚 小姐 我有一个儿子 比你大了一点 他跟我一样 也有一双修长的手指 灵巧得很 最会玩花绳了 我就经常想啊 这双修长的手指头 如果他来弹钢琴 一定会很有成就的 我要很好的教导他 就像你一样 他要能够说 我最喜欢你 最敬佩你了 那 那 我 我有多高兴啊 我那儿子 他 他 他的左小腿上 有一个三角形的胎肌 他妈妈 生他的时候 难缠死了 哎呀 我只有 这么一个亲人哪 就在他五岁的时候 在护车站 被人拐了去了 我 我一直都在找他呀 小宝 小宝 你 你在哪里啊 小宝 小宝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子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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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电报说老爷子没事了 真的啊 嗯 那太好了 世心 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 爸虽然没事了 但是他已经老了身子不好 这是事实 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 你好好跟他说说 这样他也好放心啊 我 你别告诉我你又不想回去了 妈和如瓶都会想你 我 我有一种感觉 我觉得舒嬅和孩子他们 他们就在我的附近 我能找到他们 真的 我不能离开这里啊 世贤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我看你啊 还是赶快回去吧 别到处溜达了 我不回去 美方 对不起 我必须要找到舒嬅他们母子 要不然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高树花她已经死了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因为你不止骗过我一次 就连当时如瓶 也是你骗了我才生下来的 你不肯 怀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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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先生的遗体 你们打算领回去吗 我们不是他的家属 他已经没有亲人了 哦 那就火化 让医院来处理好吗 嗯 这是八先生身上 值钱的东西 就交给你们吧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